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来观战一把企业的雕刻家 有观众反应说我观战企业从来就没赢过,那都是巧合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一下我观战企业,然后他赢了 好吧,勘探冒险家,昆虫家前锋 有一说一这阵容的确实不太好赢啊 上来的话抓人不好抓,然后球人那边给你打架 也蛮有的打冒险家这个角色,前期找不到后期翻书页 你控不了机子,一切的一切我觉得都有利于求生者 雕刻家这里上来第一个点选择追勘探 这边封住这个口子,这样的话勘探员这边第一块子铁怎么交 交了,然后应该是吸一手吧,这边的话应该是树这边吸一手 雕像已经放出来夹到一下,nice一刀漂亮 这波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知道我可能会吸这一下 然后预判了勘探员的一个被吸的一个点 就你看待员大概被吸的时候会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个神甲夹中 后续的话有雕像风,能夹到吗 夹不到,磁铁再丢 要不要再来预判一手,昆虫也来了 手里面闪现是好的的,闪现 哎呦,这波那只能看夹子了 因为有个减速,夹,没夹住 还有,这个闪现交的稍微的拼了一点 位置上面来讲,这边昆虫如果再干扰一手 好像有机会能进到前面这个口啊 一旦进到前面 一旦进到前面这个口子的话 这边看待员就有机会配合这昆虫的虫子 然后上二楼 一旦上到二楼呢 这波牵制可能就能拉出一个非常久的 因为上到二楼以后呢 它上面还有交互点 同时这边的磁铁可能再能去出一块 前方这边来救人 看一下能不能比较好的救下来 这个局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雕刻家宝瓶争胜局 呃,因为雕刻家带挽留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球只知道这种修机速度也就这样 不会说特别快啊 因此除非打架能打碎片天 这边的话前锋这波没人撞晕 那这波有点亏了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差一夹到二阶防守前锋就可以 看待员这边的话一块磁铁 翻不了天 撞一手 那换挂 其实我觉得野心吧 真的你说换挂了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它打一刀到二阶的 而且这边可以投粉场 你看待员走了就走了 走了我这边先把人挂上 然后往外投粉场 能打二阶的话后续你人都救不下来 要救只能谁来救呢 我觉得昆虫不一定救得下来 如果到二阶 如果到二阶 呃,得猫眼家来救 投粉场 这边的话没能找到人 板子先破了 拦住这个昆虫打一刀 手里面六个雕像 这刀打中以后 手里六个雕像 这昆虫不一定救得下来 不一定 我只能说 看距离 雕像 能补上吗 好像救下来了 救下来 但是这边昆虫可能也走不了 一下不 漂亮 这个伤害打得非常的快 但是后续那一下的话 应该是两连雕像合起来 刚好被斜角的一个 那个尖尖头 那个箭住挡住了 二挂前锋 问题不大 还是一个雕掛家 保平神圣 外面的话 头粉场秒了 昆虫可以赢 头粉场秒了 开弹可以赢 这边冒演家过来救人 你防守防住了 也能赢防不住 冒演家救下来了 前锋这边也走不了 神仙马上好了 怎么第四人开门战 我觉得盘不出来 四人开门战盘不出来 补 雕像躲掉 可以 算了 算了机子 现在机子的话还差 还差蛮多的 冒演家这边得缩小呀 在这边得缩小 要不然吃二阶雕像子 切船 好的 也行 也行 看待员来打架 先补 伤害 这边的话卡住 看待员 先打冒演家 省得你有薄命 看待员救救救了 我这边抬一刀 看待行不行 这局已经 穷者已经打崩了 谁说我看起研 他就输 对吧 这局 现在这个局面 穷者怎么赢 平都平不了 真的平都平不了 这边过去顺势 把这个 昆虫学者一抬 这个局压住 遗产机 稳赢版 求稳的话 先把前锋给抬了 对 求稳的话 先把前锋给抬了 哇 漂亮 舒服 这里的话 最好是 把这张椅子留着 换一张椅子挂 最好是把这张椅子留着 投坟场 来找昆虫 这边的话 昆虫刚好往里进 有没有雕像 漂亮 哇 后续二阶了 感觉起研已经杀疯了呀 这个雕像 真的 穷者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但怎么说呢 没机会归没机会吧 至少还有最后一波 密码机点亮的一个可能性 挂地下室 挂地下室的话 这边就直接把密码机亮了 不要来救人了 来救人的话 会给到雕刻家更多的机会 这种局其实 老观众应该知道 我们在这种高分段观战 看下来 数据库里面 能保平的更多的是密码机 直接点亮的 而不是去救人的 而不是去救人的 这边的话 找到猫眼家了 76的机子 那这边 昆虫 被救下来 他们得外面重新修啊 打这台机子一定输 打这台机子一定输 他们只能是外面重新修 只能外面重新修 但外面重新修 时间来来 讲了不够 人放下 吸手 看弹员这边是满血 手里又有传送 先打 昆虫重启 没办法 这个时候选择重启 是对的 但是呢 就是机会很渺茫了 因为机子确实差的有点多了 机子差的有点多了 怎么说呢 这局的一个转折点 在于前锋那波撞 前锋那波撞 被打到了 如果说前锋保证不倒 刚才前锋那波能够把 看待人掩护走呢 这个局其实是穷者的一个 大概率的 真胜局 这边就守住台机子就可以了 守住台机子就可以了 昆虫这边来救人 头分场 其实我觉得这边 貌眼家被救了都行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机子守住 这机子一定要守住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讲 就是 其实他挂前锋的时候 可以选择换一张椅子挂 当时击倒前锋 他可以先去把这个 在这边修机的人给打走 然后换换一张椅子 把前锋挂飞 然后把这张椅子留出来 这样的话呢 压寨机子可能机会会更大一点 机会会更大一点 拉开嘛 你们拉好了 对不对 慢慢拉 我的雕像无穷无尽 不慌的 外面重启 这个机子才刚开始修 这个时候 在上级视角来看的话 我觉得穷者得全面拉开 千万不要靠近女神像了 千万不要靠近女神像了 靠近女神像就是 其实是给雕刻家机会 不靠近女神像 这边的话 两连雕像有没有 不 还行 他靠近女神像 其实会更多的给到 那个雕刻家机会 就是全部拉开 然后除非你有一个 离这个女神像 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了 那我这边慢慢的过来 蹭一下密码机 蹭一下密码机 要不然就全线拉开 这的话 看来也可能要 倒吧 贸易家过来 密码机在补 这边似乎是没有注意到 冒险家的机子 密码机似乎要亮 似乎要亮 亮了一刀好的 选者尽力了 真的尽力了 这个局能够打成这样子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但还是劣势太大 这看待人员二挂 这边投粉厂压住你的门 然后过去排耳鸣 因为这边有耳鸣嘛 排一下人的位置就可以了 稍微盖了一下门 这边排排位置 贸易家要狗住以后 跳地窖才有可能 他这边其实可以选择什么呢 就是用雕像封门 然后差不多 往那边一传 撕撕的门 差不多可以传了 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可以传了 如果说不传嘛 我觉得贸易家有可能能够跳地窖 传了的话应该是稳赢版 传了应该是稳赢版 而且这时间卡得很好 贸易家一定是救不下这个人的 把人挂上 然后在投粉厂 就找到贸易家完成一个四桌 最好就贸易家这边要跳地窖的 看贸易家地窖的位置 地窖的位置是 哎呦 这个地窖位置有点远啊 没看到吧 应该没看到 应该没看到 应该没看到贸易家这边 但是耳鸣树发 似乎也走不了 难 雕像河 碎了 那知道你在这边附近 割草 排一圈 慢慢看 割草 一点点 俯视视角 慢慢割 看一下能不能走啊 讲道理呢 我觉得走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也不代表没有 耳鸣马上消了 再往未拉 好了耳鸣消了 那有机会走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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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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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个 翻版也不翻 直接冲 可以可以可以 最后贸易家这边的一个位置躲的还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赶紧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